已經停辦了兩年的國慶煙花回營昨晚在維港舉行 煙花回營歷時23分鐘,一共發放了23000多枚煙花 今次的煙花回營一共有9幕 當眾多次出現像紫荊花、奧運會五環和心形等有代表性的圖案 有到場觀賞煙花的市民就大讚今晚的煙花好美 有人認為今年恢復放煙花好恰當,因為今年是國慶66周年 另外,日網民表示對於恢復放煙花沒什麼感覺 因為南亞到海南和佔領行動已經是發生了的事實 又指不應該將煙花回營和這兩件事混淆一談